大家好,我是瓦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四驱打药车更换新的福晋排齿轮式高压喷药泵之后 更换之后的效果之后感觉依旧压力很小或者说不出水,我们如何来进行排除 首先呢,我们需要确认你的药泵里面都加入了黄油脂和齿轮油 其次呢,确定我们的皮带是处于张紧的状态 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更换新的药泵,但是皮带没有进行更换 所以说皮带的松紧也是决定你齿轮转不转 如果说你皮带是处于松弛的状态,那你的转速达不到,那你的压力肯定也没有 如果说这些都排除的情况下,还是没有压力或者是压力过小 那我们就需要排除它的进水管,从药泵出水,从药泵连接到进水那一段 一直到我们药箱的这一段,肯定是有堵或者说是堵塞 当然有的时候它可能是有一部分没有完全堵 因为长时间不用或不清除的话,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在使用的过程呢,一定要进行定时的清理 特别是像这些弯头的部分,如果说进入异物的话 它直接会影响出水率或者压力的 所以讲一下这一点也是蛮重要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